5月14日有媒体晒出了张衡和郑爽 争夺抚养权一案的完整判决书 整整30页的材料在国外的同类案件中都实属罕见 包含的信息量更是巨大 张衡也不是真正的赢家 关于张衡自己特别强调的抚养独立决定权 其实并不是说孩子的事情 他完全可以单独做主 重要的决定需要在72小时之内通知郑爽 而郑爽所谓只能获得少量的抚养时间 其实一点都不少 判决书中说明 从5月24日起 郑爽每周有三天时间可以去看孩子 而这个时间还可以持续增加 前提是和孩子的关系缓和 他们承认这个母亲的存在 做出这样的决定 罢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在孩子们出生后的18个月里 一直是由张衡来照看孩子 孩子们只见过郑爽几面而已 所以说张衡是孩子们唯一认识的父母 尽管郑爽也制定过育儿计划 但是却忘记安排孩子们的午休 所以被法院拒绝 由此看来 郑爽还没有进入妈妈这个角色 有一些关于郑爽精神不稳定的证据 所以法院又做出了一个决定 要求郑爽参加6个月的一对一专业治疗 稳定精神状态的同时 顺便学一下如何为人父母 其实法官做出这样的判决也实属无奈 他本人也是一名母亲 在他看来张衡和郑爽都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在沟通过程中 他们也不鼓励孩子跟对方分享感情 彼此之间处于仇视的状态 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让张衡获得抚养单独决定权 其实不过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罢了 所以法院并没有完全站在张衡一方 再有就是抚养费的问题 这在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及 因为现在养孩子一个人三天 一个人四天 完全是属于共同抚养 所以即便是有一方要出抚养费 恐怕这个费用也不会很高 如果张衡真的想要天价抚养费 那么这个如意算判恐怕也要落空 可以说这份判决书史无巨细 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 不得不令人为法官点赞 但是国情不同 对于张衡和郑爽共同抚养孩子 大家会看好吗